大家好,我是大家保險權益的保護者 大寶法王Johnny 前幾天,法王接到了一位粉絲小李的訊息 小李有保疫外險 上個月他發生車禍,導致牙齒斷裂脫落 必須要裝置假牙 扣掉了健保給付之後 小李總共支出了9萬元的醫療費用 小李減付了單據 向保險公司申請意外醫療險的理賠 想不到保險公司拒賠了 保險公司的理由是 裝置假牙並不是積極治療所必要 而且假牙的價差太大 就算理賠也只能夠用最低價每顆4000元來理賠 因此共理賠了小李一萬兩千塊的保險金 小李認為理賠的金額和他實際支出的金額差距過大 因此向法王求助 小李的情形相信是很多人心中的痛 讓法王教大家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 在分析小李的案子之前 法王想跟大家先聊一聊 什麼叫做必要性醫療 必要性醫療是醫療險理賠的重要前提條件 指的是被保險人所接受的醫療行為 必須要是必要的 這個必要由誰認定呢? 法院一般會採納實際幫被保險人診療或治療的主治醫師的意見 也就是主治醫師認為被保險人需要接受某種醫療行為 這個醫療行為就會被認為具有醫療必要性 除非主治醫師對於醫療必要性的判斷 偏離了醫療常規 法院才會把爭議送給同樣科別的醫療專家 根據醫療常規來判斷被保險人所接受的醫療行為 具不具有醫療上的必要性 必要性醫療這個條件的存在是有意義的 過去曾經發生在醫療險理賠的單據裡面 包含許多不許醫療必要性的費用 例如補品的費用、營養劑的費用、中藥調理身體的費用等等 保險公司對於這些當然必須加以限制 才不會讓自己暴露在無限大的風險當中 那麼小李裝置假牙是不是屬於必要性的醫療呢? 小李的牙齒斷裂、掉落會影響小李正常的咀嚼功能 必須要以裝置假牙的方式來恢復它的咀嚼功能 這在醫療上被認為是具有必要性的 因此所支出的醫療費用和醫療材料的費用 當然必須要由保險公司來理賠 保險公司如果主張不需要理賠 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保險契約條款裡面 明確排除裝置假牙的費用 如果保險公司認為假牙的費用價差太大 要做限制的話 也必須在保險條款裡面定得清清楚楚 這個案子當中 保單條款既沒有排除裝置假牙的費用 也沒有限制假牙每一顆給付的上限 因此保險公司必須要全額理賠給小李 也就是必須理賠小李七萬八千塊的差價 這樣子大家都理解了嗎?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保險市場上各種似是而非的觀念 為大家指引迷路點起明燈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並且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大寶法王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